向南和华子去游泳了 华子告诉向南 他忽然觉得和露露结婚还不是时候 像以前那样交往着就挺好 青春励志小说奋斗 作者徐康正在播出 真午在金岁乌托邦 米莱到露涛的房间飘了一眼 发现露涛仍然趴在设计图上工作着 边上放着一点都没动的牛排 米莱没有打扰 叹了口气来到了小花园 米莱倒在了沙滩床上 一抬头发现灵山就坐在边上一把躺椅上 米莱说 哎 星期天可得好好休息休息 米莱姐 向南离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杨小元想离 向南不同意就没离成 哦 哎 向南 他跟你怎么说的呀 没有问过他了 林莱 你喜欢他吗 一般的啦 哦 其实 米莱姐 我喜欢另一个人 林莱 喜欢露涛 你会受伤害的 你怎么知道啊 算了林莱 咱们还是晒太阳吧 露涛哥 你露涛哥呀 他就喜欢他自己 他喜欢他自个儿的想法 我看啊 他是根本没能力喜欢别人 米莱姐 啊 米莱姐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不是我说的 跟夏琳在去法国之前说的 哦 林莱 你还是让你露涛哥忙他的田园木哥吧 他忙事业 总比忙是欺负你 强 他 露涛哥他没有欺负我啊 你喜欢他 他不当回事 这就是欺负你 你懂了吗 米莱姐 你生我气了 对不起啊 林莱 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 为什么 林莱 因为啊 我曾经像你一样的喜欢他 他就背着我 跟我最好的女朋友好上了 他呀 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混蛋的一个人 那 那你怎么还跟他一起做生意呢 唉 我傻呗 在游泳馆的更衣室内 华子和向南换衣服 华子对着絮絮叨叨的向南大喊 杨小云的优点 你疯了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夸他优点 向南摇了摇头 难难自语 白 通体雪白 就跟杨娃娃似的 我觉得这方面夏林和米莱都不成 得了吧 谁掉面粉堆里都那样 我现在啊 就在他这优点上转不过弯了 那你就多想让他的缺点 哎 华子 我告诉你 杨小云真正的缺点在哪 你看出来没有 我哪看得出来啊 我告诉你 要是不仔细观察 还真看不出来 我说好长一阵啊 也没看出来 觉得哪哪多特好 简直完美 可就是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 哎 后来有天晚上 杨小云看电视傻笑的时候 正好被我看见 我才发现那真正的缺点 你猜是什么 傻 不是 是俗 他就是有点俗 嘿嘿 杨小云嫌为嫌过你俗啊 嫌过呀 忒嫌啊 那你们俩正好一对 怪不得闹离婚呢 这叫同性相斥 就在陆涛开始一边看图纸 一边用手拿着牛排吃的时候 小花园里的灵山 对你来说 我爹地说 田园木哥这么做下去的话 风险太大了 除了已经说好了的 他就不再追加投资了 他呀 只是让我帮着看一看 离山 我觉得你爹爹很聪明的 陆涛啊 总能让别人对他有信心 你爹爹啊 是第一个对他的想法 表示出缺乏信心的人 嗯 那现在公司的财务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吗 陆涛已经是第三次改变他的设计了 他只想做出让人大吃一惊的设计来 他根本就不考虑财务问题 哎 灵山啊 我们的财务情况越来越坏了 嗯 那你怎么不告诉陆涛哥呢 我每天都在告诉他 可是他一心一意的就忙着往他的想法上去下注 他根本他就不听我说 那 那你觉得他会赢吗 我不知道啊 这一次 谁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在游泳馆外停车场 向南突然来了灵感 冲着华子之嚷嚷 别打当我诉啊 我我我 哎你说 杨晓云想跟我离婚 是不是因为他只想抱我一下 其实 他还喜欢我 那他到底想抱负你什么呀 你别别打断我思路 你说杨晓云现在会有新男朋友吗 那你哪天问问他不就得了 你帮我问他 向南 你甭打断我思路 说 杨晓云到底想抱负你什么呀 杨晓云抱负 他抱负我 就是抱负 哎 谢阳华的我明白 杨晓云不是不爱我 他在抱负不够关心的 他在惩罚我 行 哎 再见啊 华子一扭头 正好看到向南往停车的地方狂奔 华子喊着 哎 干什么去啊 我车钥匙还在你这儿呢 接打 向南扔过一把钥匙 华子接住一看 哎哎哎哎 这把不是我的 向南飞车冲到了杨晓云的精品店 他从车里下来 顺着窗户往里看 只见杨晓云正在向顾客卖东西 一副阵阵有词的样子 向南大步走了进去 一把抢过杨晓云正在卖的一块小毯 这毯子我要了 杨晓云白了他一眼 我不卖你 我买两个啊 我替那个买东西呢 他我也买一个 我就求你出去听我说一句话 行不行 杨晓云见事不妙 一把把向南揪到了外面 杨晓云 你说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管 我还以为你来离婚解放我呢 没想到跑过来说我报复你 哎 向南我就问问你 你 就你 你有什么可报复的呀 你报复我 是因为我对你不够关心 你报复是因为你明知道我想跟你在一块 所以你就是不跟我在一块 你是在惩罚我 我 我惩罚你 我有病的我 看你向南 以后除了离婚我买东西 别的事你甭来找我 滚滚滚 看着杨晓云走进店里 向南站在原地喊 杨晓云 你就是惩罚我 你现在就是在惩罚我 告诉你 我就不离婚 我就不离 我看你能把我惩罚成什么样 门 开了 一块毯子飞了出来 正好 砸在了向南的头上 店里打烊了 没有人了 只剩下杨晓云一个人在点钱 点着点着 他停了下来 有点失神 门开了 河翠凤进来 小云 哎呦 大周末的 这生意怎么样啊 挺好的 流水多少啊 我说说 杨晓云低下头数钱 数了一会儿 突然生气的把钱 全部扔在了地上 哟 小云 这怎么了 杨晓云抽气起来 接着放声大哭 为什么别人周末 都跟男朋友约会逛街 还有家里人看电视 我就天天定的 这么一破店 我一个周末都没有啊 我天什么呀 为什么呀 杨晓云越哭越伤心 河翠凤过来 抱住他 哎呦 小云 宝贝 别哭了啊 都是妈不好 妈今天带你爸看病去了 以后啊 星期天 小云 你爱干嘛干嘛 我对你爸跟这盯着啊 好了好了 哎呦 小云 宝贝哦 妈的好闺女 别哭了 哎呦 心疼死妈了 没男朋友 妈给你找 想逛街 妈给你钱 妈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妈活着还不就是为了你吗 河翠凤从地上捡起了一锣钱 塞到了杨晓云的手里 小云 小云 别哭了 现在才七点 还来得及 哎呀 你现在逛逛街 够够物 去看场电影什么的 心情就好了 啊 快去吧 可我还没离婚呢 我哪来的男朋友啊 这事 这事 我真得找找向南 都干什么呀 这是 这想当我闺女的幸福 是不是 太过分了 杨晓云接过了钱 背上包 走了 一个小时后 杨晓云一个人 走在西单 一边走一边愣神 手里抓着那一把钱 忽然 他停下来 原来这 正是他和向南新婚时 逛过的那个商店 在想到 向南曾经抱着他 而他拎着大包小包 让向南抱得美人归 杨晓云跺了一脚 清醒过来 赶紧到街边 打车去了 现在 杨晓云的心里 充满了怨气 他来到心碎乌托邦 找向南离婚 两个人吵得四邻不安 大家纷纷放下 手里的事 出来 看现场离婚秀 只见杨晓云在大厅里 走来走去 向南 跟在后面 杨晓云对着向南嚷嚷着 这事 你这事你能不能别再拖着了 你黏黏糊糊的 你像个男人吗你 你看我得想想啊 你着什么急 我不是说了吗 如果你有新人了 我立刻就跟你离 咱们不耽误你 废话 我自立结束婚的人 我哪找新人去啊 那正好了 别找呗 杨晓云白了向南一眼 向南皮笑肉不笑 再说我 不是要结着呢吗 你学着我 甭这么着急行吗 我告诉你啊 我这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你要再逼我离婚 回头我真来 三长两短的 你滚 小云 咱这甭说这种伤感情的话了 去那边坐会儿吧 我给你坐一杯咖啡 在一会儿 小滋小滋 向我安慰安慰 鼓励鼓励 都是心碎的人 你少来这一趟 你们这儿 我一来就生气 什么心碎乌托邦啊 还那么来劲 这明明就是 迷烂乌托邦 要不然 你搬过来 搬一块 迷烂迷烂 得了吧你 我可不想耽误你 这时候 楼上的观众聚齐了 大家都被他们的表演 给迷住了 得了 小云啊 你都耽误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别那么恶心情啊 因为我不知道呢 背着我偷偷摸摸的 讨好附加你 你也不穿着镜子 就你那样 像脚踩两只船的人嘛 踩着我也就得了 踩人家附加你 想吃软饭 想当我问你 丑八怪不整容 想当电影明星的事 你听说过吗你 谁说的 我没有 别扭嘴 讨好附加你 住loft 我看你就是变相的 嫉妒陆涛 陆涛是我哥们 有这么一成功的哥们 在你身边挥之不去 你是不是觉得 自个特失败啊 你以为我说你啊 你想什么呢你 你看看 这么漂亮的loft 一想到没有陆涛 没有你来 你就住不进来 是不是你心里 挺不是滋味的 想想 想想你是一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失败的人 百感焦急吧 小苦涩啊 小心酸啊 你骗得了我吗 养养人 你半夜三更的 跑到这儿 想打击我 你太可笑了你 我就是打击你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楼上的米莱 这时候一推卢涛 卢涛 想想 你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一个快失败的人呢 百感焦急吧 小苦涩啊 小心酸啊 你骗得了我吗 米莱 你半夜三更 跑到这儿 打击我 你太可笑了 就涛 我就打击你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而在下面 杨晓云气得 飞起一脚 把向南 踢翻在地 然后摔门而去 楼上 大家纷纷地鼓着掌 华子喊着 好啊 干嘛 我们要看定期演出 哎 下个周末 杨晓云还来 我啊 我帮你去请他 怎么样 向南 站了起来 对大家深深地 鞠了一个躬 表演结束了 谢大家 他一个站不稳 又摔倒在地上 在东之门 在东之门吃宵夜的时候 向南和华子 喝得有点高了 陆涛也在喝着酒 铁酒瓶堆的到处都是 三个人轮流去上洗手间 来 还这一杯 走 我去趟洗手间 三个人干了 向南出去了 华子问着 老陆涛 现在生意都怎么这么难做 我哪知道啊 我那蛋糕店流水越来越少 全都让连锁店给挤的 连锁店也有风险 如果没有突出的特点 规模越大 赔得越惨 我这我是小本生意 我这混口饭 你说哪来的什么特点啊 唉 说到生意 其实我也是 越来越糊涂 以前就觉得东西好啊 就之前 现在 看的太多坏东西 一样值钱 咱就说房子 别别别 华涛 我求求你 你可别说房子 行 不说房子 来 干在这边 华子和路涛碰碑的时候 向南回来了 向南忽然说 路涛啊 你呀太成功了 太成功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没见过像你这么顺的人 干什么成什么 你不要的扔给我 我都接不住 向南 你把话说明白点 算了 没什么话说的 说吧 路涛啊 有时候跟你在一块 心里特不是滋味 怎么了 这么说吧 咱俩是哥们对吧 一直是 可是你的成功啊 让我觉得特紧张 我成什么功啊 你紧张什么呀 路涛 你开奥迪 跟富家女在一块 一张嘴就几千万几亿的 我呢 钱是越振越少 前年多的时候啊 一月一万 去年八千 今年就剩了六千多了 连杨小云都对我彻底失望了 来一趟咱们那说一次离婚 还路涛我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的 好不容易还侮辱我呢 我刚才想呢 要没有你做对比 杨小云没准还觉得我挺牛的 听了向南的话 路涛拍了拍他的肩膀 哥们跟你说句实话 你别嫌我的话混蛋了 你说啊 你说啊 成功这事啊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得了 得了 你呀 不用跟我绕弯子 向南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成功的人至少应该高兴 可是我一点都不高兴 我从社会上得到一些东西 但不是我最想要的 听了路涛的话 华子在一边 急了 我说路涛我差一点 你制度吧 最想要的 我最想要的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人币就行 没错 我只要一百万就行 我呀 我就想要 夏琳 消夜一回来 路涛三下两下的脱掉衣服 躺在床上 他顺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镜框 里面是夏琳的照片 他还没来得及回味 敲眉声响了 进来的是向南 那个 我想你一事儿来 跟夏琳有关 你说说 你还记得关萌吗 夏琳那个第一个男朋友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这儿他一小秘密也有点无聊 你说吧 人我怕给你偏赌 赌赌赌我吧 免得你烦哥们 关萌啊 七日一直在骗夏琳 跟夏琳好的时候啊 他早就成家了 还有一个十岁的孩子 真的 而且关萌一直在悄悄追下边 前段啊 还去了一趟法国看的 你怎么知道 关萌啊 是我小姨父 嘿 第一次见到关萌 我都呆了 这什么事啊 后来我几次想跟你说 怎么说怎么这别扭 我跟我小姨都没说过呢 我小姨以为了成天在外头 忙而赚钱 哪知道在外头 共三大四啊 嘿 这事啊 嘿 玩了点过去的事 走 各位 我也睡了啊 向南说完走了 陆涛想睡觉 可是怎么都睡不着 他在床上翻来翻去 最后干脆还是坐起来 拿起了电话 拨了出去 总是远不住寂寞 掉下眼泪 陆涛和夏琳 出完电话 心情大好 他继续埋头 设计着自己心中的 完美房子 青春励志小说 奋奋 作者徐康 演播 小曾 卢迪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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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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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